大家好 欢迎来到MICE学院 上节课呢 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这个运算符中的 字符 连接符通过一个点 来实现 那这节课我们接着来往下学 学习一下我们这个运算符中的 辅值运算符 那说到辅值运算符呢 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用 用的是什么呢 等号典型的复值运算符 例如我们写一个wc等于1 相当于把1复值给 wc这个变量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哪些复值运算符 那首先呢看到等号 加等于 减等于 乘等于 除等于 百分号等于 包括还有一个点等于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来看一下 只要搞清楚这些 加等于减等于这些符号的一个原则 就没有问题 那首先来看一下 来个简单的例子 那等号呢 这个不用说了 典型的复值 你写上一个 wc等于1 把1复值给wc 复值运算符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加等于 减等于 它们的原形是什么样 把原形搞清楚 你就知道这个运算符 如何来使用 那现在我写上一个wc 加等于1 相当于把wc 加1之后的结果 再复值给wc 这是加等于的原形 同样的 加等于知道了 我们再来 echo一个wc 现在结果是2 不用说 可以来运行一下 你看到是2 那再往下 此时wc是2 我们再来一个减等于 或者把它复制一下 试验一下就可以 减等于乘等于 除等于 一样的 我就不带着你来写了 每一个搞清楚就可以 加等于会了 减等于 无非把它是wc-1 付给wc 那乘等于也是一样的 乘以1 再来一个除等于 除以1 最后还有一个取余等于 百分号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2 0 1 1 0 这样的一个效果 比较简单 再往下 还有一个点等于 这个点等于呢 我们以后也会经常的使用到 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什么意思呢 写成一个$STR 等于一个hello $STR1 STR2呢 或者 STR1呢 点等于一个word 那这个点等于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STR1 点上一个word之后 再复制给 $STR1 相当于把它们两个 拼接的结果之后 再复制给这个变量 那好 那现在你来输出 $STR1的时候 你会看到 这样一个效果 hello word的一个效果 同样的 你还想再往下 再加一个碳号 想出现一个 hello world的碳号 再往下 接着点等于 就可以点上一个碳号 你会看到 hello world 加碳号的效果 那之前呢 我们也输出一个表格 对吧 那有了点等于之后 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个 简单的例子 这个辅制运算符中 稍微好用点的 就是我们这种点等于 把它搞清楚 以后你经常的 会用到 那现在让你来输出一个表格 首先由行和列组成 假如说你这种形式 复制给一个变量 table 那再往下呢 你成对的来写 $table 点等于一个 斜线的table 成对的来写 接着再往下出现行 $table 点等于一个 TR $table 点等于一个 斜线的TR 来一个一行 两列的就可以 再写一个table 第二等一个 td x 斜线Td 同样的 内容是什么 无所谓 那这时候 你看到一个一行 两列的表格 就已经写完了 border 来个1 宽度 来个80% 就可以 想看到这个表格 我们只用来输出一下 $table 就可以 把这些变量 相当于连接到一起的一个结果 因为你看到 点等于的圆形 就相当于这个变量 点上这个字符串之后 再复制给它 或者你点上一个变量 效果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一行两列的表格 就已经做成功了 这是第二等于的一个应用 同样的 我们还写过 产生一个四维的验证码 对吧 我们产生过纯数字的 当时呢 是直接来输出的 我们可以再简单写一下 echo一个 spat x 斜线Spat 记住 长顿的来写 接着呢 给这个x带有颜色 只用这样来写 style color rgb 我就直接写了 xxx 把x用随机数来替代 两个单也号 两个点 mt run的一下 0到25 两个单也号 两个点 mt run的一下 0到25 这是我们写过的 mt run的一下 0到25 接着再把这个x 换成一个1位的数字就可以 mt run的一下 0到9 好 这是1位的出现了 我们说产生4位的 你这样echo就可以 和之前的没有什么区别 你看到一个每一位颜色都不一样的验证码就出现了 那现在呢 我想把它是干嘛呢 我想把它付给一个变量 那你说我把它付给一个code 因为假如说下方还要产生这个验证码呢 我还要用 那这时候你说我再把它付给code 那你感觉可以吗 对吧 接着我echo一下这个code 最终你会看到几位呀 对 一位 因为变量名称相同的时候呢 最后的会覆盖之前的值 那echo一下dolls code 你只会看到一位 没问题 那我想看到这四位的时候 你就不能重新复制了 是不是要把它连接到一起啊 把第一位产生的和第二位产生的连接到一起 这时候你就可以用到第二等语 第二等语的效果 好 首先来看一下 四位的又出现了33095627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你再想一下 我在第一个加上一个第二等语可以吗 可以 为什么呢 只要搞清楚它的原型就可以 dolls code 点等于这样一堆字符串 假如说产生一个数字是4 那其实呢 相当于dolls code 点上一个 假如说一个span的一个4 接着把值再付给dolls code 那第一次dolls code有值吗 没有值 是不是为num啊 num主要是个字符串 就是一个空字符串 所以说写这个空字符串 和不写效果是一样的 效果是一样的 那这样我们就做成了这样一个 简单的数字的验证码 你想到想用这个code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再来输出一次就可以了 就不用每次把那个icode这一堆代码一样的再复制一遍 所以说你能icode的时候 记住能把它付给变量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有的同学说这个数字的不太好看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有这个字母和数字混合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也来完成一个什么呀 数字加字母的 简单的一个写一个字符串 等于一个abcdef 我就快速来写了 叫做纯字母的 包括大写的你也可以加上 咱们先不加 那知道这是一共26个字母 首先我想取出第一个 对 还记得我们可以通过两种形式来取出第一个 根据它的下标 字符串的下标从0开始 你可以使用这种花口号 也可以使用方口号 都可以 那现在你会看到第一个 是不是q呀 q没问题 那现在再来 那我想随机的取一个会吗 是不是应该得到一下 从0开始到这个字符串长度 减1就可以了 对吧 一共26个字母 26个 那减1 0到25 产生一个随机数 就可以 0到25 那现在呢 每次就是随机的取一个了 b 对吧 那首先这样写很不智能 为什么呢 假如说现在我要求变了 大写字母也要加上 你还得重新去数 包括数字我也要加上 你还得重新去数 如果我要能得到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是不是就很容易了 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变换一下 想得到字符串长度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函数来帮你解决 str lance 得到字符串的长度 它返回的就是一个字符串的长度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 echo一个字符串的长度为 点上一个str last dollar tree 那这时候有中文的话 我们应该先来一个hider 好 实验一下 62 对吧 有了这个长度 我们再来想随机取一个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了 echo一个 dollar string 我们换一种形式 方果号 mt run的一下 0到字符串长度减1 因为字符串的下标是从0开始的 好 你看到一位的取出来了 那能echo的时候 我说能把它附给一个变量 写成一个dollar's verify 等于它 那再想取出下一位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只用点上它一下就可以了 对 点等于 又应用一下你的点等于 这时候 我想看到数字加字母的验证码的时候 就可以来输出一下这个merify 你看到一个数字加字母的形式 就可以了 也完成了 那可能说不好看 对吧 我也想要要求每一位颜色不同 这也是给大家留的这个作业 做一个 每一位 颜色不同的 数字字母混合的验证码 四位验证码 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讲到了我们这个字符连接符 那前面呢 只要搞懂它的圆形就可以 无非稍微好用一点的 就是我们这种点等于 把它好好练一下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作业做一下 那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